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很開心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應該不是這樣說 是我們從來未分享過一個地區 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裏的二手樓和周邊的環境 我們在哪裏呢 我們其實就是UBC UBC就是溫哥華這邊一個很出名的大學 在UBC裏面除了去上學讀書或者去教書或者工作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住宅社區 這個社區也發展得很成熟 不是零零丁丁 一兩層樓 大家看到我們在這個建築是一個高高高高 其實我們這個建築的地址是5628Bernie 是Polygon 2017年建好的建築 現在位置看出去的話 其實已經高過前面大部分這些比較深淨的低高高高 整個社區看上去都很漂亮 有很多好像圓景一樣 因為小朋友玩的area 綠化地 再遠一點 我們這個高度已經剛剛好 可以開始看到比較漂亮的海景 比我們是低兩三層開始 已經會被樹或樓把建築貶掉 就不太漂亮了 現在有海景看 遠一點有樹林景 從這個路道沿過去那邊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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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那邊大概為五分鐘左右的距離 現在已經有一個很便捷的社區 叫做Westbrook Village 那裏有save on foods 有shopper's drop-mark 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譬如是咖啡店 也有生活配套 譬如要去銀行 做車保 去看牙醫 都可以在那裏解決 所以這裏已經是一個發展得很成熟 配套都很充足的社區 就是這個原因 除了去買菜 吃飯之外 大家可能住在這邊的人都會特別關心 如果要在這裏有多些外國生活 譬如可以去海灘 去行山 去樹林裏走的話 這裏就直接充足了 因為我們這邊看出去 向西那邊是海 其實這裏開車過去 我想10分鐘都不用5分鐘 你已經可以在海邊找到停車位 就去沙灘那裏走一下 沿著UBC一路 都有很多樹林 包括我們這個建築的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建築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安靜的 它是坐落在樹林的前方 所以我們後面 基本上是很安靜 郵 dönt Engineering 就並沒有再多個建築 則甚麼旁邊也是已經興建高度 所以相對來說 住在那裏都算是比較安靜的 現在進去看看單位 之後再跟大家看這裏的社區 今天我們看一堂是12樓的單位 它是1,021呎室內面積 有兩房間 兩個洗手間 樓下有兩個Parking跟一個Locker的單位 发展箱是Polygon 这个单位原装已经有冷暖气 管理费内包含冷暖气和gas的使用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角落 首先看到它是角落 unit 所以大家会看到北边和西边两边 全部都是高的玻璃 彩光非常好 所以我们进来都会很光亮 看到自己的露台 看到那边的树林 如果走过客厅这个位置 其实我会特别喜欢这里 如果可以放到沙发的话 看出去的话就会看到海景 然后屋主的setting 就是这里放了钢琴 然后他们是两个人住 所以他们的家司都比较小 放了一张小小的书桌 然后这边就是客饭厅的area 放了电视 这一幅其实是电视墙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再买再大一点的电视也可以 看出去的话 坐在这里 如果大家把沙发放在这里 都同样可以看到海景 如果你向着这边看的话 就会看到树林景和楼景 这边就是客饭厅的位置 然后这里就是大厨房 厨房的setting 都很简单直接 一条linear的厨房 由这边开始有30寸的雪柜和冰柜 屋主还住在这里 今天收拾屋 收拾干净了 就给我们去分享 就不打开櫃子 给看人来的私人物品 由这里开始雪柜 上面有储物空间 这边白色的配色 然后配上深色的countertop 和这些都铺了砖 这些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做到顶的 楼头是用了Bosch 是30寸的5个 大楼头明火煮食 包在管理费里面 管理费一个月大约480元 490元左右 上面都是储物空间 擦油烟机是Bron 这边都是储物空间 这幅墙壁主要是储物空间 加微波炉和焗炉 微波炉是Panasonic 焗炉是Bosch 焗炉可以打开给大家看看 然后下面还有储物空间 这里下面的楼头 也有一些大桂桶 大家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条厨房主食位 再配上也是很长的 我想这里也有8尺左右的一条 这个一条也是做了Waterfall 所以你完全看会特别美观 它不是只去到这里 这边也是Quartz的石英面 深色配上白色厨柜 也在这里安装了一些电锅 方便大家放一些电器在桌面使用 这里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櫃桶 拉开的打开的櫃 洗手盘 这边是洗碗碟机 洗碗碟机用的牌子也是Bosch 在这个位置的厨房设置 比较舒服的是 你在洗东西的时候 可以看到电视 亦看出去可以看到树景和树林景 挺舒服的 两边都有充足的位置 可以煮食和放东西 在海岸前方可以放到最少四张巴椅 因为屋主都不太习惯在海岸吃东西 通常都会在餐桌 所以反而放了一个櫃子做储物 看完厨房之后 也有床头柜 也有书桌 所以虽然大家如果想放双人床 逼洁也不能放到 但可能书桌也不能放到 它也是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衣柜 不是做这个是买的 就放在这里 这个应该屋主会搬走 但这个单位本身自己在这里 也还有一个床头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也是向北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间房 另一间房就是主人房 就是这里 小走廊进来 主人房分开了这边是睡眠空间 这间房子大很多 现在这一张是 queen size床 queen size之外 还有很大的床头柜位 所以这个空间 大家要放 king size 也没问题 还可以走斩 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窗 两片大玻璃 然后一个可以开的窗 就是在下面这里 可以通风 看出去的话 主要是楼 和一些树林在两边 然后也有一幅大的电视墙 如果大家要放电视可以放在这里 这边其实是一个walk-in closet 但是屋主有很多东西放在里面 不太方便 可以开给大家看 可以开垃圾 其实也很深的 你可以走进去 他说不要拍 深度 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跟这里是一样的 所以真的可以走进去 按进去 然后我们看看洗手间 这里就会做了一个完整的5 piece的洗手间 都各样东西都齐了 这边就是中间 原吊柜 两个sink 下面全部是储物空间 有柜桶 也是桌面摆东西 有电锡 整块大镜在中间 座翅就放在这边 这个门里面 其实就是放在单位的中央空调 Hip pump 这个设定可以令到 房间有空暖和冷气的系统 大家可以换濾器 或者回到这间房间 看到屋主都买了很多 买了很多濾器 看来都是非常频繁地更新 根据我和屋主的沟通 和了解 他们用了很多心机去维护房间 都好像有潔癖 要把屋子整理得很干净 这里就是浴室 浴室 有两个花灑头 一个是ring hat 另一个可以拔下来的花灑头 然后这边有浴缸 浴缸四边都铺了柜 颜色都比较轻 好 我们看完主人房之后 现在和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浴缸 如果住在这间房间 或者客人要用洗手间的话 主要就会过来这边 刚才我们看到有浴缸 有浴缸 所以出来客厅 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浴缸 大家会看到 比刚才更大 整个浴缸都铺了深灰色的磚 就是一个花灑头 在上面 这个浴缸都看来 没什么使用 可能他们都是用里面的 这边就简洁一点 有一个浴缸 旁边有少少储物空间 这些浴缸都是做了上来的 这里有一块大镜 大概就是这样 座翅在后面 毛巾架在旁边 这个就是一个储物空间 打开了的话 就像一个closet space 放些衣服 放些鞋等等 然后这个柜 其实不是原装的 是屋主尽量去适合 这些glossy white面的柜 去做的一个柜 主要是extra storage space 放入洗烤炉和东西 这个的话 屋主可以带走 亦可以跟住 unit 留在这里 刚刚粘在这个位置 但这里走的空间也是宽落的 它全屋都是铺了地板 房间里面是地毯的 而外面客饭厅这些位置 全部都是地板 现在我们目测 这个深色的地板 其实都保养得很好的 没有刮花痕 我们现在到这条走廊 可以看看launchy room 洗衣房放在最远离房 客饭厅位置 就算有噪音也不会太吵 就是LG的大size house 都是大family的洗衣机的size 下面还有space 可以放不同的洗洁精 洗衣液 干衣液等等 在说什么 干衣液 来到门口 这里屋主又偷位了 用了这里 也有个柜 放在这里 这个留不留下 就要到时谈 再过来 就已经是门口 所以这个单位 就和大家看完了 这个单位的室内总面积是1,021尺 有两个房间 两个洗手间 楼下还有两个住宅 管理费的话 每个月是480元左右 包括冷暖气的使用 包括gas 楼下的玄艺 橙雪素雪等等的服务 自己是给电费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资讯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UBC里面的物业 所以这是List Hold Property 就是租借地权的使用权 不是永久地权的物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再加上UBC里面的使用 所以会有一个另外的 叫University Levy Fee 这个的话 每年大约是1,400元左右 这是去年的费用 地税是2,500元左右 现在这个房间的挂牌价 是99万9 我们会在下星期 即4月23、24日 这两天的2点到4点 做Open House 都需要访问 但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联络 约时间上来看 这部份有两个车位 25号和26号 其实是这两个 其中一个是Handica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蓝色的标志 旁边也有一个很阔的 黄色的分隔空间 这一部盖了的 都是屋主加车26号 它们中间有一个柱子 但简单是有一个厨 其实挺阔的 一带一细 然后它的设计 是很接近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第二个门 进来住宅 外面光亮 那边就是进入门 所以进入门就到了 不用在一个住宅里兜很多圈才能到自己的住宅 这是我们建筑的大堂 看到大堂很光亮 现在出了太阳很漂亮 然后这是入门 都是要放门锡才进来 进来之后那边大家看到一个Blue Box 那个就是现在新的 例如Amazon或者有些快递可以用这个系统去收集 就不会像之前那样 经常都要贴一张纸在这里 你就要去某些地方才可以拿到 这个建筑就不多会所设施 其实主要都是一个gym room 就在Lobby level 那里面有人在用着 那我们很快看一看 好 现在就和大家出去走一走 我们的建筑一出来 其实大家看到都很安静的 有一个很快的drop off area 然后这里很多泊单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后边 其实这边北边已经全部都是树林 你就是这里走进去 就这样散步放狗 都已经是很舒服的了 这边周边都是有不同的 比较新的建筑 都很多绿化很多树 我们其实沿着这个方向 一直向西向前走 很快就可以走到Westbroke village 然后駕駛了车过来 很懒了 几分钟都要駕駛 其实走过来就五分钟 上次 签 list的时候 我和师傅Raymond走过来买 这次又駕駛 其实这里也很漂亮 今天太阳很好 周围都是树木 有些水 我现在去了Blend's Coffee 买杯咖啡 之后再和大家走一走 我刚才走过来 刚才我这条路走过来 有指甲铺 有剪头发的 也有牙医 看眼睛的 这里沿着水 噴泉 对面有Togo Sushi 我看到 Togo Sushi 后面有Blend's Coffee 我刚刚买的咖啡 然后三叉路口 我看到有凤鸣筑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吃中餐 UBC里面 都可以顶一顶 不一定要出到Richmond 或者Camby 旁边这家似乎是酒店 吃西餐 这里走进去 其实大家已经见到 有Safe on Food Safe on Food 是一个比较西式的超级市场 里面买饭 买饭 水果 都有花 很漂亮 这里对面是Chef Houn 红师傅 应该都是吃中餐 没吃过 我还没试过 台湾海浴面 大家可以试试 这里进去已经是UBC的校园 所以附近 前面有TB Bank 我记得这条走出去 应该有RBC Liquid Store 大家想喝酒买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解决 这个就是Baker Shop 买面包店 所以其实 随便走一走 都可以充足 这里各方面的配套 喝喝吃吃都可以 还有巧克力 这里是TB Bank TB Bank对面有RBC 至少有两家银行 其他银行 今天就不找了 太阳很好 出去走走 其实都很舒服 好了 我们今天会看的单位 就是一个在13 我们今天会看的单位 就会在 刚才说了13楼 好像是 我剪掉了 发展箱是Polygon 房子叫做 我忘记叫什么 发展箱是Polygon 这个就是一个储物空间 等等等等 再来说 储物空间 什么 我撞了 OK 现在这个就是储物空间 我们现在的挂牌价 会是999元 我们现在的挂牌价 会是999万 会是5倍,8分前的 会是5倍 很快就会 到来